这个男人出海数月,没见过女人,一回来就迫不及待,与寡妇初次相见,她就难以自持。 寡妇叫长岳,她的丈夫也是走海的,当时孩子还没出生,丈夫就在海上遇到大风暴。 为了救人不幸身亡,这天,长岳正在海边工作,碰巧遇到了脚受伤的草宝。 她便好心带草宝到家中涂药,却没想到竟是硬狼入室。 不过,这只狼她也有点心动,孤男寡女共处一室,两人的气氛顿时有些暧昧。 草宝实在按捺不住,激动地将长岳抱到床上。 长岳有些惊讶,她一面拒绝,一面又半退半就。 听到草宝肯定地回答,长岳鼻子一酸,特别感动。 看来,这么些年的苦楚与寂寞,她没白受,随即就把自己交给了草宝。 但没想到,次日早上,草宝却不告而别。 长岳便带着儿子来找草宝,却不料草宝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草宝这个混蛋提上裤子不认账,实在是可恶。 原来,她早就处了个对象,而且还定了亲。 昨天跟长岳只不过是一时兴起,逢场做戏罢了。 可长岳就不一样,她既然肯把自己交给草宝, 那便是认定了对方。 这时,传老大九叔站出来主持公道。 男子和大丈夫说道,就要做道,随即让长岳跟着上了船。 长岳是个贤惠体贴,持苦耐劳的女人。 她在船上又是做饭,又是干杂活,还不忘关心草宝。 九叔都将这些看在眼里。 正所谓走海人一挪千金,不能打自己的脸。 又何况长岳人家是时心时意想跟着草宝,可不能让这臭小子辜负了人家。 于是九叔决议为长岳和草宝操办婚礼。 草宝虽然不情愿,但颇于九叔的压力,她再也不好说什么。 次日长岳便带着红头纱与草宝结了婚,但草宝却默不作声,连比办丧事还难看。 当晚,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,终于忍不住跟长岳摊牌。 我想清楚,这个婚结的不算数,我不能给你结婚,我再给你两千块钱,加上上一次的,一共三千,传到下一个码头加水的时候,你下去回家吧。 长岳不愿意离开,一把抱住草宝,却被草宝无情推开。 长岳顿时心头一凉,原来草宝根本就不喜欢她,看来她真的要走了。 长岳回到船舱,忍不住哭了起来。 次日早上,长岳把三千块钱全部还给了草宝,然后一声不响离开了。 草宝本来只想赶紧摆脱长岳,这钱却当作补偿,可长岳这一不要钱,却顿时心生愧疚,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。 这个寡妇相貌平平还带着个孩子,却让不少男人为她心动。 草宝的不负责任伤害了长岳,但长岳可有人疼呢。 四六是当年长岳丈夫救下的,她这些年一直竭尽全力照顾长岳母子俩。 一是为了报恩,二也是真心喜欢长岳,但长岳觉得四六年纪小,扛不住事,两人在一起不合适。 而且她年纪又比四六大好多,带着个孩子,不想耽误四六,所以一直拒绝四六,还坚持要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四六。 以此让四六对自己死心,可四六坚决不肯去见别的女人,一心想着长岳,连做梦都想娶她。 甚至为了长岳母子俩过得好,自己开了个理发店挣钱。 除了四六,还有个已婚的郝安也喜欢长岳。 郝安是个小老板,家里有点破钱,就时不时就掏出一大笔钱给长岳,但都被长岳言辞拒绝。 因为长岳拎得清,做人得讲本分,不能破坏别人家庭。 况且郝安这个人他还不知道吗?根本不会踏踏实实过日子,不就是因为他老婆没发生孩子,所以想找长岳传宗接代吗? 但郝安却不死心,经常去骚扰长岳。 长岳每次都不给他好脸,让他回去跟自己老婆过日子。 郝安眼看从长岳这赚不了好感,便决定从情敌四六下手,于是他找到四六,威胁四六,离开这里。 以后长岳他们两俩就不用你照我,你开这理发店花多少钱,我加倍给你,说个说。 说着说着,还故意弄坏四六的剪刀,但四六才不买他的账,反手给了郝安一个教训。 次日早上郝安起床一照镜子,居然发现自己头发中间被剃光了,很快他注意到桌子上剁了一把剪刀,正是昨天他弄坏四六的那把。 于是郝安气冲冲的来找四六,却不料四六早坐在门口拿着铁仙等他了,一见到铁仙郝安秒怂,他这小胳膊小腿的,肯定打不过力壮如牛的四六啊。 兄弟,我没别的意思啊,我就是送剪刀给你。 四六趁机警告了郝安一顿,郝安只好灰溜溜地离开,就在四六与郝安围着长月不听转势。 出海的草宝却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,他觉得自己伤害了长月,内心难安,经常借酒消愁。 你说这草宝也真是的,早干什么去了,人走了,才幡然醒悟。 当初九叔让你娶长月的时候,你坚决不算数,如今又念起人家长月的好了,难道真的是,得不到的永远在扫动。 于是草宝跟女友阿子退了婚,这下可倒好,又得罪了一个女人。 随后草宝再次找到长月,可一切都晚了,好嘛还不吃回头草呢,长月将草宝举至门外,不愿意搭理草宝,但他依然很难过,还是流下了眼泪。 草宝在门外等了许久,见长月不肯开门,便又来找四六求助,却不料反被四六臭骂了一顿。 不过,这次草宝并没有生气,他是觉得自己之前做的确实不对。 这个男人将女人摁在床上,这见女人不肯顺从,拼命挣扎。 男人就开始疯狂扇他的脸,十分粗暴。 这天,长月正在家里切鱼,却不料好安突然溜进来,从背后抱着他。 长月吓得赶紧起身挣脱开,但没想到好安脸皮厚得很。 长月,这事现在不很正常吗? 你要跟我好,我马上跟来份离婚,怎么样? 长月实在是受不了好安的再三纠缠。 你走吧,我再也不想在我们家见到你。 但万万没想到,好安听到这番话后,居然要强暴长月。 长月吓得连连后退,立马拿起小刀滋味,却不料被好安一手打掉,倒插在门缝上。 随即好安强行抱住长月,将他狠狠摁在床上,长月则拼命挣扎。 此时的好安就像一头凶狠的猛兽,开始疯狂扇长月的脸,一巴掌接着一巴掌。 长月连声惨叫,这时四六闻声赶来,立即拽开好安这个畜生,对他一顿毒打。 好安极力反抗,想还手,却不料一下子摔倒在地,正好倒在门缝处的小刀上。 小刀直辞他的心脏,而四六正在气头上,根本没注意到地上的血,只顾着愤怒地用脚狂踢好安。 很快,好安失血身亡,长月一看好安死了,赶紧让四六带着孩子走。 死在我家,我狠说脱不了关系,你带着刘归走。 我不,你骗我的,你走。 就在两人谁都不肯走时,孩子突然在门外嚷嚷着,要找四六叔,为了不让孩子见词惨状,四六只好先出去拖住孩子,但没想到就这几分钟的功夫。 警察竟然来抓走了长月,情急之下,四六拼命奔跑,拦下警车。 好像想在我手上,你们把他放了。 就这样,四六因过失杀人被判了刑,而长月被警察放走,带着孩子继续生活。 炒宝想照顾长月母子俩,但长月并没有接受,他说要等四六回来。 但命运弄人,一年后四六出狱,却不见长月母子俩,他们早已离开了这个地方。 四六想去找他们,想去继续爱他们,但或许长月根本不想再让他找到。 有人说长月回到了老家,有人说长月跟别人成了家,还有人说长月去了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。 但不管长月去了何处,四六都希望他生活得幸福,而他也会永远想念长月。 或许长月最后真的想过跟四六成家,但他却不忍心这么做。 虽然当初自己的丈夫是为了救四六而死,但这么多年,四六对他们母子俩的细心照顾,早已超过了报恩的程度。 四六因为他没有好好谈个恋爱,还因为救他蹲了监狱。 长月觉得自己前四六的实在太多了,他不想再耽误四六。 世上没有规定谁必须对谁好,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本该拥有更好的人生,因此他最终选择了不搞而别。 也许让这段特别的感情留在记忆里是最好的选择。